大家好,我们一起学习一期彭措刊部讲义 一生修行的重点和归宿 第一讲,总说一生修行的重点是前行 这一生的时间很短暂,而且每个人都有自身具体的因缘 所以一定要抓住最要紧的是 但是在修行当中,以前行最主要,这是就现阶段而言 当然,如果你前行修得好,就应当去入正行 为什么现阶段要以前行为修行的重点呢? 因为初学者想要达到证悟,这中间要遣除很多的颠倒状态 而这些必须通过前行法来解除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需要一步一步的进化自新 去挑各种对现实来世的单着 自立的单着,以及要积聚资粮,净除业障 还有修持上师相应等等 这些看起来很简单 实际上要用很长的时间做修持才能升起 升起以后,如果不长时间 长期坚持休息,就会很快失去 所以,在自心上引出各种道心要相当长的时间 而且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太多 每个人自身上的颠倒状态也非常的严重 要对峙掉这些就比以往的时代要困难很多 从多方面来看 现在的人内在中毒很深 外在干扰很大 能用于修法的时间很短 在转心划心的难度上 感觉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因缘又很难积聚 比如,一个人三十岁学佛 对一般人来讲 过去三十年薰的东西基本都是障碍 善心方面发展很少 知识积累较多 世俗的习技串习很深 出现的都是为着自我展示才能获得谋生手段 或者单着五欲享受 知识戏论等等 所养成的习性都障碍修道 过去的人单纯 譬如狭满无常等等 修了很快就能起 就是因为它没有很大障碍 就像一面镜子 没蒙上沉的时候 一来什么马上显现 但如来 但如果蒙着污垢很深 那清除的工作就相当的长 经过不断的擦洗 才可能渐渐地出现善心 而且周围都是灰尘 扰洞 一不小心又蒙黑了 所以要很注意防护 一心在道上面修持 直到有些稳固时 自心有心力 有愿力在这上走 才能够排挙内外缘的干扰 这样看起来过度就要很长时间 而且普遍起步晚 这时如果再不抓紧时间 恐怕一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就更难修 在过去的西藏社会 谈到一生修行的时间不过五年 那在今天看来肯定不到两年 有的甚至不到一年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一生只有一年的时间来修行 而要做的事 却是要把自己的心彻底变成 修道者的心 不沾染任何现实的执着 来世的执着 最终连自私自利的心 都要全部消掉 成了纯正的出力心 菩提心 之后意乐行为 全部符合道的标准 基资进账 与上师相应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必须需要很多时间 而且需要长期进行 有条不紊的一步一步的升进 所谓一朝不慎 满盘皆输 在人生的计划考虑上 在我们人生重点的认定上 一旦发生了偏差 或者没有抓住重点 那这一生很快就白白空过了 所以基于时间少困难大 需要窜息的量大 要集中精力 或者避免委员 就必须采取一个简要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简要方式 就是前行的修法 因为它含设了小大密 三乘一切挣到钱的要素 而且它直接给出了实际修心的指导 所以它是切实有效的 对每个人来说 也是必须要依靠的 否则一生很难 有什么修心上的实效 道友们 一定要注重修心 虽然在学习教理上可以发展 但要知道 如果不切合在修心上 那到了临终 有什么效果 就很难说了 因为临终 要看你平时修道的水平 看你的心修到什么程度 如果能一心在修心的轨道上走 当然不能期望一步登天 但是只要你努力 每一天会有一些进步 逐渐积累起来 会有一点小进步 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有望出现较大的进步 这样每一天 尽头都用在刀刃上 用在修心的点上 就不会空过 时间长了会发生 持续的力量 这样每一步都坚持走 都在修心上进步 那就真正把握了修行的重点 在这个过程中要稳扎稳打 要注意次第 时效和长期坚持 这样才能使它串联成有效的修心链 成为一条真正可以走到修心深处的路 使得我们这一生真正发挥它的效用 大家好 我是贤灵 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 一生修行的重点和归宿 中下根基的人 尤其要沿着前行的路 长期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一拖开它就没有用处 就好比浇水要持续浇 一直浇到废点为止 如果浇浇停停 那是没有办法成就的 不但没办法成就 连前行当中一个初步的修量 也不会出现 也就是说 自心即使忙碌几十年 最终也会发现 没有多大进步 遇到境界时过不去 跟没修法的人 差别不大 这样到了临死就非常危险 由于自己不注重修心 一味地在知识上走 这样外在名利 等的竞争活动的参与 无所事事 各种盲目的状态等等 这些与修心无关的情况 就会夺走我们的时间 最后发现一生全部荒废 这就是没有抓住重点 没有持续进行的缘故 所以这个过程要一点一点地上 就像登悬崖一样 每一步都要有力地 踩到合适的地方 还要往上攀 而且只能进不能退 一旦脱手 就再也上不去了 或者中间一停顿 不能持续的时候 马上就冷淡下来 而且自身的业障 很快就要翻动 各种孕缘 一冲击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机会修了 这样要意识到他的困难 所以就目前的状况来说 绝对不能分散精力 搞太多无关的东西 就大多数人来说 对自己的未来 不必有太多的 太大的假想 因为那不现实 应当看到自身的客观情况 我们可以从前面 类推一下未来 比如回顾这一年 我有多少进步呢 就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 但进步很小 甚至没有进步 再回顾三年来怎么样 转眼就过去了 但真正修出了菩提心了吗 没有 出离心呢 也没有 那么有没有归一心呢 是不是一心一指三宝了呢 发现这也是假的 因为对恶趣苦根本没有思维过 不晓得自己 多恶趣是什么险境 所以依靠三宝的心 也不坚实 再说 业果上有没有坚定的圣洁呢 发现根本没有 为什么呢 平时碰到因果取舍时 丝毫不注意 都是把无因果的剑 认为没什么因果 没什么要紧的 根本没有出现猛力行善的状况 乃至一个小善都认认真正的完成 也没有努力防护恶业 乃至一个小恶都不敢造 没有这样的心出来 发现这也是空洞的 再看是不是修出无偿心 也不是 根本没有急迫感 认为没时间了 什么出 什么现实法全部放掉 赶紧抓紧时间修法 不是这个状况 最终推究到侠满上看 发现很难 起取心要欲 没有想到人生这么难得 我一定不能浪费 这样的心也很少 不过是听课等的因缘聚合时 偶尔起一点正样的心 过后很快就又没有了 并没有串习成内心的性格 没有修成这样的心 发现这些方面都是空的 但是反面的问题就多了 正面的道心没有 负面的世俗心却非常强 这些东西不必串习 不必刻意提 心里自然会起 颠倒的心就是不珍惜人生 不念死 也不重视因果 也不是一心归一三宝 没有所谓的处理 更不可能关到 这是如梦如幻等等 这样 发现法上面都是空的 享乐的心 自私的心 竞争攀比的心 供养自己 装饰自己 打扮自己 或者随着自己的习性 动这个脑筋 干那个事情 总是想创新 创新 或者表演表演 内心那一套习性 一点点都没有办法调伏 这样就发现难度很大 毕竟修行习气 是要从小培养的 而现在已经耽误了早班车 人生将近三四十年的旅程 全部在非法的道上走 由于没有从小入正法的道 现在一上来 基本就表现得非常麻木 僵直 顽固 内心有一套邪系统 这些都要靠前行法来 催破 瓦解 更换的 如果我们不是看文字表面 而是审视一下内心的改造方面 就会发现难度很大 我们一开始不要以为这是容易的事情 如果你开始认为容易 以后就会感觉没有希望了 特别难 越来越做不到 如果你一开始以为难 但能够知难而尽 所谓哀兵必胜 你想到修心是很难的 我一定要抓住前行这个重点 否则一生都会空过 那这样你将会变得容易 还是那两句话 缓缓缓修实快快到 低处修实高处到 我们首先要正视自己的状况 把自己摆在未入道者的身份上来看 之后才能发现 我一步一步该怎么充实 怎么来改变 这样按照前行的轨道去走 就可以说把握到了一生修行的重点 大家好 我是贤林 欢迎大家跟我一同学习 一生修行的重点和归宿 这样一步一步的走 虽然一开始会显得很 很有难度 而且会发现进展的不是很快 但是要坚信 因上把握正确了 而且刻苦的用功 不断地加强他的量 就会有进步 当然 每个人的根性不同 业障重 进步就会更缓慢 业障轻会快一些 但不管怎么样 都会感觉到自己是在进步 自己是有希望的 一点一点会起来的 但同时也要知道因缘难聚 会发现自己受到很多干扰 也会发现启动的时候 有内在的很多障碍 必须努力地进行 一次又一次地去用功 才能够才能够起 要很长时间 要在一个重点上 不断地串席 才能逐渐地形成 逐渐地坚固到量 这时才会发现自己的心 有一个提升 有一种初步的修量 我们现在不能谈得太高 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狂想曲 降下来 才会冷静客观地看到自己该怎么走 重点应当放在哪里 同时要看到 如果佛法不在修心的路上走 而是放在另外一条做知识的轨道上 或者在求取佛教名利地位的路上走 那就是走在非重点的路上 而且是崎岖的 歧途 也就是如果没有修力量 去转化自心 光是在知识的积累上用功 完全是第六意识和他的心所在起作用 那么不管怎么积累 心上是没有变动的 甚至负面会加强 自我会变大 慢心水涨船高 知识越大的人越下不来 没办法向别人请教 他会逐渐地跑到一个自我制造的牢笼里 而且身份高了 就没办法行持谦卑 没办法去做服务 这样会发现 我值在变大 慢心在变大 相关的各种烦恼都在变大 这先大了就很不好调伏 像结识症一样 到最后就不起作用了 你所做的一切在烦恼面前没力量对质 在生死面前也没办法越过 这就很危险 这就是没把握修行重点的缘故 那么我们应当反省 我过去的路走得对吗 把握重点了吗 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有什么进步吗 这就是很现实了 不必问别人 你走了十年的路 到底有多少进步 你的心跟十年前刚刚入佛门时 相比是进步了还是退步 这样去衡量不一定全是进步 没退步就算好了 当初入门时心是比较低的 肯听话还愿意向上 但十年以后发现这个我更大了 更牛了 习气更重了 或者说更加没有一个目标 向上的心力 甚至有些人就是在混了 不是混 也是一种习惯性的做法 发现没有那种向上的动力 道心也好像被吞噬了一样 但是人生没有几个五年 十年 掰着手指都能数得出来 现在大多数人处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 正是人生年幅力强的时候 这段时间里发现成绩这么小 可见不容易了 你再不能很狂妄地说 我怎么怎么做怎么样 我怎么怎么样 那是一种很可笑的评估 这样发现 如果光是在口头上念 在理论上走 做知识化的佛学 就始终没有跟修心挂上钩 也就是说 如果你知识上很会做 可以拿很多学位 或者壮大自己 比如说啊 花了三十年成为一个佛法知识领域的大学者 然而从佛法的修量上检查 最下品也没达到 连第一个前行的修量也没有达到 连一个入道者的心态也不具备 最后变成这样一个可怕的状况 比如说等起 其实追求现实的等起很难搬动 如果没有除掉求名利的心 离部位的心 那你所有的做法 无非是在现实道上跑 连最下本的修饰骑马的动机也没有 很多人会发现 成这个状况不要以为很容易 真正催掉现实心的毒瘤 非常困难 因为它串席太牢固了 每个人可以去检点一下 在很多年当中 我到底起了几个念头 要求来世 基本上没有 来世是什么都不小的 那是什么原因呢 譬如没有学过正法念处经 你连轮回的概念都没有 建立轮回观念 对于当代人来说 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必须把火力 集中在要害上 唯一要关注内心的发展的事情 这样 观察后才发现 前行意味着我们 内在一个整套的观念 行为 善心 善息的建立 在每一个地方 都要求真实出现这样的心 每一个地方都要跟过去完全不同 这意味着每走一步 就要告别过去的一部分 每一次都要在心上 身心上 做实际的转换 这才叫做达到修量 这才叫做达到修量 对我们的灵状 对我们的灵状 在这些地方 都是灵状